我被太子错认成嫡姐 一夜荒唐 失了清白 可却始终无名无分 于是我成了没人敢要的老姑娘 后来 那位瘸腿病弱的七皇子 到了成婚的年纪 太子轻挑的开玩笑 我那瘸子皇帝都快病死了 你嫁过去 说不定还能冲个喜 你们一个没人敢要 一个没人敢嫁 也算般配 出他所料 我竟认真地点了头 好 我嫁 太子陡然震惊 捏碎手中茶盏 你说 什么 公宴上 太子楚衡中了药 他喘息粗重 将我压在榻上 拖入这场荒唐混沌的噩梦中 乖 姑会疼你 我苦苦哀求 眼泪流尽 全身骨头都在发抖 却怎么推也推不动 哭银声随着夜风消失在沉沉暮色中 过了许久 一时昏沉之际 我颤着声问他 殿下 你可看清我是谁 他动作一顿 抬眸看向我 那双浸在情欲里 朦胧又浑浊的眸子 忽然清亮了些 一枚清吻落在我眉心 他患 我担忽过渡 某日在母亲房中请安静茶时 呼得眼前一黑 呕血不止 我有心症 是先天带来的不足 18岁时 会经历一道生死命节 若安然度过 余生基本在无性命之忧 为了治病 我被送去了静观寺 随静言师太在山中清修 上山前 我写了一封信 是留给楚衡的 我在信中道明缘由 并退还了他送的定情信物 若他回不来 我会余生为他清等古佛 诵经祈福 若他回得来 若他愿意等我五年 那到时 我们再续前缘 可楚衡不愿意 待我度过命节 19岁下山回京 见到他的第一面 却发现他 已经爱上了姐姐 我下山后不到半月 恰逢花神节 这一天 年轻男女都沾花上街 放河灯 赏烟火 祭拜花神 长街人生顶沸 热闹喧甜 姐姐忙着梳头带花 我只呆呆地看着他 上山五年 酒离人烟 现在刚刚回府 一切对于我来说 都是那么陌生 他从镜中瞥见了我 略带失落的表情 于是拉过我的胳膊 热切道 音音 你以前是最活泼 最喜欢热闹的 今晚 跟姐姐一起去玩吧 到了地方 发现楚衡也在 他长袍玉冠 头戴红花 手中拿着荷花灯 一如当年 难道他 在等我吗 沉寂了五年的心 开始悸动雀跃 可还未等我开口 姐姐已经甩开我的胳膊 跑去他身边 甜甜地叫道 殿下 我当场愣住 姐姐缠着楚衡 指着远边护城河 殿下 我们两个去放河灯吧 他一抬手 露出雪白的小臂 和万间翠绿的镯子 刺痛了我的眼 那是楚衡母后的遗物 只留给他未来的太子妃 也正是我上山前 退还给他的定情信物 楚衡好似 察觉不到我的存在 宠溺道 好 二人临走前 姐姐突然回头叫住我 妹妹 她故作俏皮地 对我吐了吐舌头 我和殿下去玩哦 你自己一个人 应该不会走丢的 对吧 楚衡被他拉着 这才转过头 看了我一眼 目光冰冷 不似刚才他看着姐姐时 那样炽热 那样深情 原来 我不在的日子里 他们已经 这般亲密了呀 沈苏薇和楚衡扔下我 走远了 我站在原地 不多时 人潮逐渐将我淹没 身后传来 细细酥酥的议论声 哎 那不是沈二小姐吗 是啊 当年连太子殿下的感情 都玩弄 真是个瞎了眼的 可怜的太子殿下 那时刚从战场上回来 就看见他送来的诀别书 看完之后急火攻心 就伤复发 差点一并不起 幸好有沈家大小姐 一不解代 亲力亲为地陪在身边 太子殿下才病情好转 成为一段佳话 涉事了 刚才我还看见了 太子殿下和大小姐 走在一起呢 嘖嘖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逼人 绝别书 我留下的信 怎么会让他看完之后 气急攻心 一并不起呢 旁人的闲言碎语和目光 令我如芒在背 我低下头五刀 在纷乱的人群中 不停穿梭 找了很久 才遇见放完盒灯 有说有笑的二人 沈苏薇明显神色慌乱 不是叫你别乱跑吗 这里人这么多 你走丢了怎么办 楚衡看着我 眼中厌恶尽险 不是说不想与姑 再产生半分瓜葛吗 现在还来缠着做什么 我直接开门见山道 我从未说过此话 当年临走前 留下的也并不是绝别信 其中定有什么误会 求殿下 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争执许久 他终于不耐烦 叫马车带我们回了府 走进书房 不一会 找出一只信封扔在我面前 这是你写的东西 你自己看 信上言 楚衡出征打仗 杀戮太重 我深恶痛绝 已经皈依佛门 上山修行 此后不想与他 再产生半分纠葛 字里行间 接受我对他的厌恶 可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当年 楚衡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 他母后轰式多年 家族势力日渐衰退 比实际后得宠 陛下隐隐动了一楚的念头 所以 当楚衡在大漠失踪前线 猜测他九成是回不来了 剩下一成活着回来的可能 也要被陛下以用兵不善为由 废去太子之位 我的诀别信 就是这时写的 可没想到 这是他的计谋 大漠黄沙漫天 他率精锐部队神出鬼没 敌军骄纵自满 心生松懈之时 楚衡出其不意 从后包抄 一举倒破敌军腹地 以少胜多 在这之后 更是一股作气 连夺北江十六座城池 未曾一败 他冷眼看着我 你当年觉得 姑不可能有在翻身之时 所以才找借口撇清关系 一刀两断 是与不适 不 这封信有问题 我急着去争辩 这些字 不是我写的 心脏剧烈跳动 我捂着心口 呼吸逐渐变得急促 十九岁后 我虽性命无余 可心症无法完全根治 依然有隐患存在 下山前 失态反复叮嘱我 不可思虑过重 更不可情绪激动 可我此时顾不上身体的反应 抓着沈素薇的胳膊 是你 是你伪造了我的笔记对不对 楚衡送我玉琢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所以当年上山前 我也只拜托他一人 帮我保管信件 他尖叫一声 慌乱无措的反应 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测 我继续道 这封信与我的字有九成相似 要知道 字迹的笔画好模仿 可每个人写字时 都有自己习惯的力度和角度 这是很难改变的 只需拿纸笔来 让我们二人一写辨织 下人察言观色 很快端上纸笔 沈素薇急的快要跳起来 现在怎么就不敢认呢 他咬了咬唇 面露蓝色 既然你执意怀疑 那我写 我写就是了 说吧 他拿起笔 颤颤巍巍地写了几个 歪斜扭曲的字 够了 楚衡将我推了个裂解 上前夺过笔 拉过他的手 小心按摩揉捏着 你姐爷的手已经废了 你是不是在诚心刁难 当年他读信后 急火攻心 病情加重 沈素薇于心不忍 打着我的名义 在他身边宽慰照顾 这一个月内 他为他是真实药 手腕上扎了无数个针眼 筋脉被毁 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 写字了 我如坠冰枯 说不出一句话 这招苦肉计 一来让楚衡生出 感激与爱意 二来让自己模仿自己 伪造信件一事 再无对证 胸口一阵 咪咪咪咋咋的脚痛 我的好姐姐 你还真是 算无一策呀 那一晚荒唐事结束后 清晨之际 我被一顶小轿 悄悄送回了府 看见我憔悴的面容 和身上凌乱的痕迹 母亲立刻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 他抱着我痛哭不止 父亲连连摇头 扼腕叹息 可他却要我忍气吞声 要我以大局为重 他们爱我 但更惧怕 即将迎娶姐姐大权在握的 太子殿下 他是沈家的成功快婿 此事若是传开 只会两败俱伤 我没有点头 也没有摇头 就这样麻木地被扶去浴室 丫鬟婆子们没上来 帮我擦洗 出来时 太子已在府中 楚衡高座主位 房间里的人全部石像退了出去 他瞎了一口茶 不轻不重道 昨夜 是姑的错 姑会对你负责 好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姑与你姐姐成婚在即 娶妻之前 没有妾室进门的道理 你先等等 等你姐姐成太子妃后 你做良帝如何 唐音 从前的是姑 可以一笔勾销 以后你入了东宫 我们 啪 这一巴掌 我用了石成石的力气 五眉仙红指印 在他脸上迅速浮现 我红着眼 怒吃道 殿下是觉得 那一夜的搓磨不够 来日还要我入东宫 继续被你们二人折辱是吗 我此生 再也不想与你有半分瓜葛 楚衡捂着脸 眼中写满不可置信 许久 他怒及返校 很好 沈唐音 你很好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有人目睹 沈家二小姐留宿宫中 彻夜未归 一日 太子进出神府 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家中对外的解释是 我在宫宴上醉酒 被人扶去空置的宫殿中休期一晚 因此 才彻夜未归 可有些话有些事 欲想遮掩 欲显得欲盖弥彰 况且 谁不知道 我是楚衡心里的一根字呢 哪家的公子赶上门提亲 就等于跟太子殿下作对 因此 我现在是出了名的 无人敢娶 一个又一个皇子成年 宫中举办了一次又一次赏花宴 我一次又一次落选 这一次赏花 是为七皇子选妃 那些平日活泼明媚的贵女们 今日个个脸了锋芒 提心吊胆 生怕自己会被选中 只因七皇子处于 瘸腿病弱 且实在不受重视 我无心于此 只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喝茶发呆 太子突然过来 他挨着我在石桌旁坐下 自顾自的蒸了一杯茶 七弟留下了你的画像 他镜子开口 你可知 这意味着什么 我愣了一愣 臣女知道 说起来 你们两个倒也算般配 一个没人敢要 一个没人敢嫁 他好整以侠地腻着我 我那瘸子皇帝都快病死了 你嫁过去 说不定还能冲个喜 我陷入一场遥远的回忆 七皇子处于 我与他 有过树面之缘 在靖观寺清修的那几年里 我总想家 想亲人 想楚衡 想到受不了 就躲在佛堂后面偷偷流泪 跟他面目慈悲的佛祖诉苦 楚于来寺中烧香时 都会往我手心里 塞一颗桂花位的仪堂 靖观寺在京城西山 而那家有卖桂花仪堂的铺子 开设在城东边的街市 从城东到城西 他腿脚不变 一定走了很久很久 见我久久不达 楚衡面色不悦 怎么 你还真考虑上了 若你想回绝这门亲事 姑可以想办法 殿下 不等他说完 我开口打断 臣女轻目七皇子殿下已久 此番能入得了七皇子殿下的亲眼 实为天赐良缘 臣女三生有幸 望太子殿下日后赏脸 来喝一杯喜酒 话音落 楚衡刚才那点轻浮的笑意 此刻完全凝固在脸上 那只攥着茶杯的手 五指用力地发白 咔嚓一声 茶杯应声而碎 鲜血便流 可他好似浑然不觉 那双星红的眼 一瞬不眨地盯着我 你说 什么 没什么好说的 殿下若是这会儿没听清楚 等来日赐婚圣旨下来 自然就明白了 说完 我抬脚就要走 楚衡快步追上来 这会儿也顾不上什么 君臣之礼男女大房 静止捉住我的手腕 噎得发疼 沈唐阴 为了跟姑赌气 拿自己的婚姻荡儿戏 值得吗 我正开她的桎骨 两个人就这样 一句我一句地呛起来 是不是在赌气 殿下看不出来吗 也对 我与七殿下之间的情谊 只要彼此清楚分明就好了 至于外人如何理解 外人如何看待 一点都不重要 楚衡听到那刻意咬中的外人二字 理智请客烟消云散 他指着自己 与你青梅竹马的人是姑 虽然是你背弃在先 但只要你让个不低个头 姑也不会舍得拿你怎样 而你如今 却宁愿嫁给一个瘸子一个废人 他不是 我大声反驳 逆着他的目光瞪回去 我已经解释过 我没有背弃在先 只是你从没有信我 你呢 毁我清白 坏我明洁 就是所谓的青梅竹马 别说是你眼里的废人 就算随便一个普通人出来 也比你好上千倍万倍 砰砰砰砰 是心正发作的前兆 我俯着胸口 努力平复情绪 可此时 楚衡却伸手一揽 将我整个人拉近 我正脱不开 只能愤愤瞪着他 彼此眼神在无声的交锋对峙 他说 姑后悔了 然后强硬地吻了上来 撕咬纠缠 我暗流里苦苦挣扎 此时 一个巨浪拍过来 将人推得离岸边越来越远 心跳过速 呼吸不畅 我的脸色逐渐涨红 挣扎幅度也慢慢弱了下来 马上就要晕厥 楚衡发现情况不对 终于松开了手 平复几夕 我突然飞速拔出头上发簪 趁他不备 直朝着他两腿中间刺去 可他到底是习武之人 反应迅速 躲开了致命一击 一声顿响 锐利三尾直直刺进大腿 鲜血鼓鼓涌出 很快殷尸一袍 他倒吸一口凉气 低吼 沈唐阴 你来真的 你是真想废了姑 对 不然呢 我随手抹了一把 剑在脸上的血 只觉心中快意横生 殿下还以为 我要跟你玩玉琴故纵吗 你 从未被人忤逆过太子殿下 今日却折尽了面子 他大受挫折 恼羞成怒 哗了一声甩起衣袖 然后一蹶一拐地走了 太后病重 需要有喜事冲一冲 而太子大婚隆重 又不能匆匆了事 所以 我和楚玉的婚期 竟然提前了很多 成婚前一个月 我和楚玉回了一趟靖观寺 大殿宿母 佛像巍娥 一时勾起诸多回忆 很多年前 在一切都没发生的时候 我也常来靖观寺 烧香拜佛摇签补卦 问的是 我和楚衡的姻缘 当郎 竹签落地 是下下签 竹签尚书 所欲非良人 有始无终 我的心凉了半截 错愕片刻 将竹签匆匆塞回竹筒 再次补问吉凶霍福 当郎 又是下下签 那天傍晚 我乘着夕阳余晖 离开靖观寺 楚衡在山下接我 我一头扎进他怀里 声音闷闷的 太子哥哥 他听出了我话中的不寻常 抬手抚平我发间的流苏 温声哄味 爱因 怎么了 我思虑再三 还是决定不把实话告诉他 抬起泪花朦胧的眼 今天 我本想下山之后 去买成东那家桂花一躺的 可刚才 我和寺中的师父聊的头缘 一时忘了时间 现在都很晚了 那家店很抢手的 肯定早就卖没了 就因为这个 嗯 就因为这个 他笑逐颜开 变戏法式的 从身后掏出一个不袋 看看 这是什么 我立刻变得欢心雀跃 好神奇 太子哥哥 你好厉害啊 卡 那个时候多傻 宁愿不信上天 不信神佛 也不愿相信我青梅竹马 情深意重的太子殿下 不是良人 就算是一堵难抢 也愿意毫不犹豫地撞上去 直到 碰得满头鲜血 遍体鳞伤 我又去了修行石柱的产房 辟了一方小院 院落简朴清静 院中有一棵红豆树 是我当年亲手种下的 刚一栽过来时 还是猪很细的树苗 我日日都打理胶水 盼着它早日长成结果 也盼着自己早日下山团圆 愿君多采鞋 此物最相思 希望心中挂念之人 不要忘记我 如今多年过去 是一时宜 孱弱的树苗 已经长得颇为高大 枝繁叶茂 风一吹过 树叶便速速地响 可当初一起埋下的思念 却始终无人回应 在处于薇娅的目光中 我举起立斧 用力砍下去 咔嚓 咔嚓 为自己的等待感到不值得 为自己的真心感到不值得 汗如雨下 我不知疲倦地挥舞着斧头 一下又一下 直到大树轰然倒塌 扬起一片尘土 最后又重新归于平静 既然所欲非良人 有始无终 不如忘却前程 重获新生 不巧 回去的路上 撞见了太子 七弟与弟媳 当真是情投意合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醉了 让我无端想起上那个荒唐夜晚 他也是这样 声音染上酒意 恐惧慢上心头 我缩在马车角落 止不住地颤抖 楚渝将我安顿好 下车应付他 皇兄 客气了 楚衡轻哼一声 咬牙切齿 凑近他耳边低声道 七弟 你莫要太过得意 你将要迎娶的王妃 他的青梅竹马是姑 与他有过夫妻之时的人 也是姑 屈辱的眼泪大颗大颗涌出 有风吹过 车帘被轻轻吹起 透过缝隙 可以看到车外正在对峙的二人 剑拔弩张 针锋相对 楚衡说完 紧紧盯着楚渝 似是故意激怒 然后期待着他的下一步反应 可他脸上捕捉不到 一丝一毫的情绪起伏 那又怎样 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 他顿了顿 扯出一抹嘲讽的微笑 随即一字一句道 你这个烂货 他回到车上时 我已经偷偷哭了很久 眼睛肿得像桃子 为什么 为什么知道我的过往 却还要选择我 他接过帕子 小心翼翼地帮我擦拭眼泪 没有为什么 过去的事 不是你的错 我对于你 保护也有兔 真心恋梦也有 我不免担忧道 可他是太子 今日这样撕破了脸 以后你被我一起拖累了 怎么办 处于成因片刻 思虑再三 道 有些事我不想太早让人知道 可既然今天你问了 那我必然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因为你我之间 没有秘密 他带我去了一处隐秘的宅子 处于抽出藏在马车家板中的配剑 一脚将其踢起 随后飞身一跃 于半空中接住长剑 先是晚了剑花 随手一招刺出去 震出一道龙吟式的剑鸣 接着又踩着墙壁 一路飞檐走壁 攀上屋顶 剑刃在月光的映照下 激起一阵阵耀眼白光 刺破黑夜 他就这样自意地与剑起舞 身姿轻快 好似藤娇起凤 气势如虹 你 这 我一时看呆了眼 支支吾吾半天 也组织不好语言 处于的病 一桩就是三年 以至于所有人都忘了 他曾经是何等耀眼的存在 七皇子天生聪颖 博文精武 他三岁送签字文 四岁提师 十岁就当时朝局变法问题作论 真编石壁 得胜上帝诗赞许 十五岁一人一枪深入逆林 列得吊金白鹅大虎 也是在那次行列中 他与猛兽搏斗 右腿被撕咬受伤 之后便不良于行 身体也每框愈下 常常闭门不出 人都说 会急避伤 可那条腿 虽然看着血肉模糊 实际并未伤及筋骨 他回忆道 那一年发生了许多事 母妃轰式 母族势力衰微 太子从北疆得胜归来 地位稳固 底下几个皇兄皇帝 更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虎视眈眈 群狼环似 我若太过耀眼 便容易招致祸患 我不愿卷入 无休无止的争斗中 于是才用假象 迷惑了所有人 他擦亮了手中的剑 冷芒森森 叫人不寒而栗 可是从今天起 我不打算再忍了 从前我告诉自己 要收敛锋芒 那不代表真正的退让 也换不来真正的安稳 必要的时候露出獠牙 就像现在 无畏 固执而不必 将死不活的七皇子 一下子好起来了 他自称皆是一位老神医 求一位要多年 终于可以恢复如常 同时他也等来了 露出锋芒的机会 江州官商勾结 压迫百姓 其中关系人脉盘跟错节 迁一发而动全身 派其他人去查案治理 很有可能包庇同党 官官相护 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而这些年 楚玉在朝中不露锋芒 不解党羽 陛下看待眼里 所以借此机会 将他下放过去任职历练 为期两年 就这样 我们去了江州成婚 面对当地根深蒂固的土豪猎身 最有效的办法是操练军队 掌控实权 于是 楚玉每日白天去教场练兵 晚上练我 两年时光一晃而过 江州在楚玉的治理下 已经井井有条 现在他的任期已满 挟期回京数值 回京不久 便是春烈 江州气候温和 我在那里温养两年 气色已经大好了 这次春烈 也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扎进女眷们的阵营里 跟他们围在一起 说闲话逗孩子 热闹得很 南洋王妃怀里抱着柿子 小柿子今年才三岁 生得小脸圆圆 浑身肉敦敦 说话又嘴甜 很讨人喜欢 靳王妃一边逗孩子 一边不忘逗我 爱因 你也成婚两年了 什么时候穿一个仔啊 这个问题 我和楚玉也有讨论过 每次演好前 楚玉都要给自己 喝下一碗汤药 有一次我想阻拦 我成婚本来就晚 别家的娘子 一般像我这个年纪 儿女已经满地跑了 她碰了碰我鼻尖 你身体不好 承受不住生育之苦 这些年 我打算先一边玩 一边找大夫给你医治 等过几年 你的病调养好了 再做打算 或者我们就不生了 从宗室旁之 过季一个也好 反正我们不抢皇位 也无心争斗 日子是过给自己的 随心就好 其他别的事情 都不要紧 刚才靳王妃这一打去 其他人都凑过来说笑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嫂嫂 我和七殿下 平时两个人闲散惯了 如果现在两人中间 突然多出一个孩子 可能短时间内不能习惯 所以不是很急 众人又要一阵笑闹 靳王妃突然心生警惕 让我们凑近过来 然后用很小的声音说 刚才我们这些话 可别让太子妃听去了 现在只要一提到孩子啊 夫君啊 她的脸色就差得要命 另一位姐妹 给我递了一个眼神 开口复合 是啊是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姐姐自从成婚之后 脾气就怪得及人 我朝沈苏薇的方向 偷偷瞄了一眼 发现她正在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面色不悦 目光似刀子 我则舌 如今这一切不是正如她所愿吗 怎么还是不高兴呢 变故也是在这一刻陡然发生的 小柿子手中玩着波浪鼓 叮咚作响 这道声音的节奏 像极乐训兽师平时训练猛琴烈石时 发出的信号 一直盘旋在半空中的海东青 猛地俯冲下来 场面瞬间乱成一团 楚玉拔出剑 飞身一个月起 朝我身前挡来 远处正在御马的楚衡 也听到了响动 抬起弩剑 朝空中瞄准 几乎是同时 寒光凛凛 弩剑穿空 两道残影在空中交汇 那只凶猛节奥的海东青摔在地上 挣扎几席 就再也没了动静 虚惊一场 世子安然无恙 扑进南洋王妃怀里大哭起来 我却因惊吓过度而心正发作 手脚颤抖 眼前一黑 软绵绵地栽了下去 意识逐渐消散 周围哭闹尖叫嘈杂的喊声 越来越渺小 太医 快去传太医 楚狱接住我 按压人中 又迅速指挥稳住场面 去请静观寺的师父下山 我醒来时 房间有两个人 一个是坐在踏边的楚狱 一个是站在对面的楚衡 楚狱没用正眼瞧他 端起药咬了一勺试试温度 觉得太烫 又把碗放在了一边 皇兄 请你自重 楚衡神色哀伤 你放心 姑只是想同他说几句话 楚狱看向我 来询问我的意见 夫君 我捏了捏他的指尖 这是我们约定俗城的暗号 表示不用担心我 我与他 也有话要说 我昏迷了多久 楚衡就有多久没合眼 这些天 他终于明白了当年的误会 眼眶深红 面容憔悴 正正地看着我 斟酌许久 终是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原来世姑一直在误会你 我靠着软枕伴坐起来 疲惫地闭上眼 殿下可知 我上一次这样并发昏厥 是什么时候吗 不等他开口 我便自问自答 是你在战场上杳无音讯 所有人都说你回不来的时候 我是先天待的不足 当时听到这样的战报 心急之下 口吐黑血 大夫说我快要性命不保 可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是怎样想的吗 陈锋的记忆开闸 我在想 若你战死沙场 若我性命不保 就当是我 为你殉情 我说到这里 猴头哽咽 不知不觉间 眼泪已经流了满脸 这些委屈 怎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你没有信我 你只信了姐姐 你的太子妃 她解释道 我没有爱过你姐姐 也没有碰过她 那天晚上叫错名字 只是想看看 你会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难过 会不会吃胃 这话听着 叫人觉得讽刺极了 难过 哈哈 我会不会难过 我伏在膝上 笑得停不下来 尖头只颤 连眼泪笑出来了 我当时难过得快死了 这是你想要的答案吗 一定要用伤害的方式 才足以试探真心吗 你是怎么做到 同时对不起两个人的 面对我的连连逼问 她悔恨交加 欠就不已 是我的错 是我错的离谱 我为这一切的一切 向你道歉 我没有再看她 多看一眼 都是在浪费生命 要量的差不多了 我端起碗 一饮而尽 你对自己曾经造成的过错 和伤害说道歉 是你自己的事 绝不原谅 也是我的选择 我礼貌的送客 想说的话 我已经说完了 请回吧 不是所有道歉 都值得被原谅 如果一个人什么都能接受 什么都可以原谅 那她先前所承受的一切伤害 都是活该 楚衡不再说话 空气一下变得安静 竟到连彼此的呼吸声都能听清楚 两久 她转身离去 就在要她出门前 她突然侧手 神色认真 爱因 我没有因 我会向你赎罪 从北交回来后 楚衡和姐姐签了和离书 她已决心归一佛门 削发剔度 此生永不入红尘 夜里 我敲响了她的房门 我们的房间就在隔壁 小时候打雷 我就会裹着被子跑去敲门 钻进她暖融融的被子里聊天 一直聊到不知不觉的睡过去 就这样彼此依赖了十几年 如今还是同一个房间同样的夜晚 那时的场景 却再也回不去了 我心中百感焦急 事到如今 两败俱伤 我只想问一句为什么 为什么 她背对着我 收拾行囊 我看不见她此刻的表情 到底是喜事悲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这世上 有哪个人不是在为自己的前途算计的 你是早产 出生时哭声微弱 差点养不大 从那时起 所有人就把你是弱明珠 捧在手上 生怕摔了碰了 后来 你在宫里迷路 是太子牵住你的手 送你出来的 从那之后 父母又说靠你光耀门眉 他自嘲地笑笑 明明同样都是他们的孩子 身体里流着同样的血液 你好像从不费力就拥有了一切 而我却始终活在你的阴影下 什么都要靠自己去争取抢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后来 太子得胜回朝 而你 却在山上几年不能回来 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多高兴吗 我有手段有野心 机会就摆在我眼前 我凭什么 不能向那个梦寐以求的位置走去 可是 可是 他的情绪一下子崩溃 哭着哭着又笑 笑着笑着又哭 到最后浑身无力 瘫坐在地上 双目失神 吐出半口烛气 可我算计的人 是从小到大最信任我的妹妹 沈素薇 你是个傻子 你是个傻子 楚衡深入南疆腹地 寻找多日 带回了能彻底治好我心急的一种药 断芹草 那是开在幽冥谷 深处的一株神草 采摘后 需要供养者以自己的鲜血浇灌49天 而后入药 能医世间摆病 就连将死之人服下 也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但副作用一如其名 断芹 神草起笑后 便会彻底斩断供养者和用药者之间的情根 我喝下药 困意渐渐涌上来 头刚沾到枕头 便沉沉睡过去 已经很多年没有睡过这样的好绝了 醒来时 只觉得神清气爽 心头无比轻松 外面有雀鸟救命 我脚步轻快 皮着裙 他这鞋走到窗边 日光盛大灿烂 将长久笼罩在穹顶的浓雾驱散 暗红尘煞时雪亮 热春光一阵冰凉 此后 柳暗花明 豁然开朗 尾声 斩断秦根后 楚恒诗的心智 行迹风靡 胡言乱语 犹如三岁小儿 如此举止荒唐 真是叫人笑话 东宫空悬 储君之位落在了储域身上 而我 早已参悟了莱茵絮果 也早已放下了当年执念 除了失去一段记忆外 并未受到影响 真是应了一句话 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 又是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今夜无宵尽 百姓涌上街头 欢庆除夕 五十股月声不绝月 空中烟火盛放不休 白雪纷纷 朔风呼啸 却丝毫不影响街市的热闹 人人都互相道贺 是锐雪照风年 一派太平盛世气象 殿外寒风凛冽 殿内金暖相宜 我已玉喜 几位要好的命负千金 轮流恭贺 我以水带酒 一一谢过 地龙烧得旺盛 热气酒气和菜肴的油腻气味 让我胃中一阵翻江倒海 我强压下不适 凑近楚月耳边 道 妾想出去走走 我裹紧斗篷 四个宫女在前后 小心翼翼地跟着 殿外不远 就有一座玲珑的花园 下雪之后 花香便格外清新 我稀嗅着冷香 胃中那股不是感 渐渐消散了 突然有人从假山后冒出来 你是谁 我被吓了一跳 猎切着后退半步 她好奇地打量着我 你真好看 像仙女一样 你看着好眼熟啊 我们以前盛世见过 宫女护在我身前 二皇子殿下 应该回去吃药了 这里不是您该来的地方 很快几名侍卫赶到 把她嫁了回去 我在宫女的护送下往回走 她是谁呢 一路上 我努力回想着 脑海中却搜寻不到 有关此人的一丝记忆 我曾上山清修 沿袭佛法 此间未曾落红尘 下山还俗之后 下了楚玉 与她没有半分瓜葛 至于那句看着眼熟 大概是她在胡言乱语吧 宫艳还在继续 一轮又一轮歌舞不歇 回来时 桌上全换成了开胃菜 还有一盏荔枝杨梅尹 楚玉紧握着我的手 帮我取暖 怎么才出去这么一会儿 手就冰凉 我靠在她肩膀 很想告诉她 今日发生的奇怪的事 也想向她问一问 那位吃傻黄子的过去 可话到嘴边 终究还是咽了回去 想来 人生慢慢 过客匆匆 相逢不必曾相识 晚安